请请观察成长励志节目《我家大哥女》正在热播 观看节目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节目中除了固定的主持人之外 每一期还会来不同的明星嘉宾 与爸爸们一起观察女儿的生活 在第一期中嘉宾是秦海璐 她是一位演员 同时也是一位已婚的女人 所以对婚姻对家庭 她有深刻的体会与感悟 比较有发言权 能一眼看穿每一位女孩子的心思 秦海璐璐的到来很能理解 但是在第二期中 为什么会请来66岁的影帝林立群 首先林立群的年龄比较大 而且她是男人 对情情爱爱的东西 尤其注意的女孩子的小心思 她怎么会懂 不理解为什么会参加这档生新节目 难道是因为她的年龄 与其他爸爸相仿 所以更能体会到爸爸们 着急的心情吗 其实不仅是这些 在了解李立群老师的家庭之后就懂了 李立群与爱人结婚多年 仍然安安如初 妻子在家中 做起全职太太 为她生下三个孩子 两个男孩一个女儿 孩子都被教育得很好 女儿李远远毕业于温哥华 某知名美术学学 曾夺得我看你游戏的冠军 还被成龙清典当女主角 儿子李元凯也是一位演员 一直活跃在娱乐圈 如今66岁的李立群 生活很是幸福美满 让人羡慕 所以节目组请她参加 也是有道理的 毕竟在娱乐圈中 能向她热爱生活 热爱事业的人很少 尤其是既能照顾到家庭 又能将自己的事业做好 这样的男明星更少 她的到来也能给节目提升格调 破端节目深度与宽度 我们下期见